为了改善街友生活的质量 槟城州政府耗资440万令吉打造的 全马第一个街友的庇护所 今天正式开幕 并将在8月1号正式投入运作 槟州首席部长曹关尤指出 从明天开始 非政府组织也将会通过中心 派发食物给街友填饱肚子 曹关尤今天巡视庇护所后 在记者会上指出 他希望中心可以成为流浪汉 和家人团聚之前的落脚处 这间耗时三年落成的收容所 总面积1370平方公尺 一次可以容纳88人 街友可以申请入住14天 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另外增加14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